在十月份开始的时候 我们连着七个主日 我们传讲以祷告为主题的信息 在这个当中 我们的主题就是 借着祷告与神同行 那我们选了七个祷告的内容 这个七个祷告的内容是 诗篇九十篇 诗篇第五十一篇 历代之下第六章十四到四十二节 马太福音二十六章三十九四十二节 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七言 以夫所书三章十四到二十一节 然后是启示录最后二十二章二十节 那考大家一下 上个主日我们已经讲过的哪一篇 九十篇 那九十篇的作者是谁啊 摩西 那我们今天要讲的是十篇第五十一篇 作者是大卫 大卫是以色列的君王 他也是一个伟大的诗人 诗篇总共一百五十篇 其中有将近一半 不到七十五 七十三篇 是大卫所作的 那我们说 神对摩西的评价是怎么样 谦卑 忠心 神对大卫的看法如何呢 在新旧约都有记载 神对大卫的看法是说 我寻得耶稀的儿子大卫 他是合我心意的人 凡事要遵行我的旨意 所以大卫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 但是合神心意的人 不代表这个人没有罪 也不代表这个人不犯罪 今天的四篇第五十一篇 的背景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之下呢 是大卫与巴斯巴同事以后 先知拿丹来见他 他作诊 交与灵长 所以大卫不但犯了罪 而且是罪恶极大 为什么说 具体的来说 为什么说他罪恶极大呢 神给以色列民的吩咐是这样子的 有十个诫命 其中 不可贪恋人的房屋 不可贪恋人的妻子 贪恋是指什么意思 你想都不可以 他有没有贪恋人的妻子 有 他不但贪恋 还行动了 不可奸淫 他犯了奸淫的罪 他不但犯了奸淫的罪 巴斯巴怀了他的孩子了以后 他想陷害他的丈夫乌利亚 他犯了 作假见证 想陷害人的罪 他陷害不成 怎么办 他就杀人 而且是借刀杀人 借谁的刀 借敌人的刀 不可杀人 所以大卫犯了 伸给以色列百姓十条诫命 他足足犯了四条的诫命 证据缺凿 如果你是法官 你怎么判 问问自己 如果你是法官 你怎么判 怎么不说话呢 死罪啊 宿罪并罚 罪该万事 他是死罪啊 当先知拿丹来见他的时候 用比喻告诉大卫 他所做的事情有多么的恶劣 大卫自己是这样来宣判的 大卫说 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启士 行这事的人 该死 所以大卫是一个 自己都认为该死的人 能面对先知的责备 若是你 你要怎么办 要或许你说 大卫太坏了 其实 你和我好不到哪去啊 各位朋友 弟兄姐妹 你和我好不到哪去 我们有意无意 我们也都犯了死罪 可能自己还不知道呢 主耶稣是这样子来教导的 说凡杀人的 难免受审判 但主耶稣接着教导说 凡向弟兄动怒的 难免受审判 请问你有没有仇恨过别人 杀人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仇恨开始的 诫命说 不可奸淫 主耶稣说 凡看见妇女就动营宴的 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 各位朋友弟兄姐妹 你我没有比大卫好到哪儿去 所以无论是一个人 无论是一个群体 当神差遣人 来责备你 责备我的时候 你要怎么办 你若真的明白神的心意 你若真的认识神 你就知道还有救 因为当神任凭你的时候 你就没有救了 所以倘若大卫有救 你我都有救 请对隔壁的人说 你有救了 我有救了 倘若大卫有救 你我都有救 面对慈爱圣洁公义的神 同时又有拯救恩典的神 重要的是我们如何回应 让我们就从大卫的祷告里面来学习 大卫他求 神赦免我的罪 诗篇五十一篇 我们一起来诵读这篇诗篇 大卫与八十八同事以后 先知拿丹来见他 他做这事交与灵掌 神啊 求你按你的慈爱连续我 按你丰盛的慈悲 被涂抹我的过犯 求你将我的罪孽洗出静静 并解除我的罪 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 我的罪藏在我面前 我向你犯罪 唯独得罪了你 在你眼前行了这恶 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 判断我的时候 显为亲政 我是在罪那里生的 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 就有了罪 你所喜爱的是 内力诚实 你在我隐秘处 必使我得智慧 求你用牛西草洗净我 我就干净 求你洗掉我 我就逼血更白 求你使我同得欢喜快乐的声音 使你所压伤的骨头可以踊跃 求你烟面不看我的罪 涂抹我一切的罪孽 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 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 不要丢弃我 使我离开你的面 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 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之乐 使我乐意的灵扶持我 我就把你的道指教有过犯的人 罪人必归顺你 神啊你是拯救我的神 求你救我脱离流人血的罪 我的舌头就高声歌唱你的公义 主啊求你使我嘴唇张开 我的口便颂扬赞美你的话 你本不喜爱祭物 若喜爱我就献上 翻祭你也不喜悦 神你说要的就是忧伤的灵 神啊忧伤痛悔的心 你必不轻看 求你随你的美意 善待西安 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 那时你必喜爱公义的祭和翻祭 并全身的翻祭 那时人必将公义写在你的坛上 这就是大卫的祷告 我们分享第一点 求神赦免罪 所以大卫在这个地方 他说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连续我 按你丰盛的慈悲 图抹我的过犯 求你将我的罪孽洗出尽尽 并解除我的罪 所以在这个地方 他知道神是有慈爱的神 他求神的慈爱临到他的身上 那神的慈爱是神自己的宣告 当神宣告他是慈爱的时候 是神向人宣告神自己的本性 但对人来说呢 神的慈爱就是神与百姓立约时候的一个应许 是人可以去投靠的 你可以照着神的吩咐的方法去投靠神 那在这个时候 大卫他相信神的应许 所以他求告神的慈爱 领导他 那这个神是怎么样宣告呢 神的宣告 出埃及记34章6节 上一周其实我们也分享过 我们一起来念 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 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 不轻易发怒 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 为千万人存留慈爱 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 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 必追讨他的罪自负及子 直到三世代 所以大卫在这个地方 是求告神的慈爱临到他 是来赦免他的罪 而且大卫所求告 他是有具体内容 他说是涂抹我的过犯 什么是过犯 就是具体的被虐神的行为 这就是过犯 那什么是罪孽呢 这地方说 罪孽 杰出净净 罪孽是指人 内心 背离神的心意 歪曲神的心意 这是罪孽 那 病 杰出我的罪 那罪呢 就是一个总括性的 什么是罪 原意是当你射箭的时候 射出去 你没有射中法 脱法了 也就是说 这个靶心 是神的要求 是神的心意 人达不到神的心意 只亏缺了神的荣耀 这就是罪 所以大卫在这个地方 恳求神是从里里外外 把它洗干净的 不仅仅是涂抹这些过犯 那同时我们看到神的宣告里面说 他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恶 但万不宜 有罪的为无罪 这两件事情 怎么同时执行呢 一方面你要赦免罪 一方面你要追讨人的罪 怎么同时执行 神既然宣告了 神可以做到 那如何做到呢 我们在后面的经文 最后的时候我们分享 但作为我们 你作为大卫 作为以色列百姓要做的事情 是相信神的宣告 你恳求神的慈爱领导 你要是带着这样的信心 向神来恳求 所以大卫就是这样的恳求 当然是照着神的吩咐的方法 那其中最重要的第一件事情 要承认自己的罪 大卫是这么说的 他说我知道我的过犯 我的罪藏在我面前 我向你犯罪 唯独得罪了你 在你面前行了这恶 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 显为公义 判断我的时候 显为亲政 我是在罪孽里生的 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 就有了罪了 所以大卫说 我知道我的过犯 我的罪藏在我面前 其实当人犯了罪 其实当人犯了罪 没有人例外的 自己的良心就会不安的 那大卫 他被高利的时候 有圣灵的降临 所以圣灵更是让人 犯罪的人心里不安 所以他说我的罪藏在我面前 因为你心里面不安 那个罪就浮现在你的面前 大卫说 我是在罪孽里生的 我在母亲怀胎的时候 就有了罪 这个不是为他自己犯罪找理由 他不是的 他的意思是说 我看到我自己的本相 原来自己人性里面 就有与生俱来的罪性 因为自从 亚当堕落以后 就没有人能例外 哎呀有的时候 我听到有些人说 哎呀我这么样子做 都是因为我原生家庭不好 好像都是父母的错 跟自己无关 其实呢原生家庭给我们有影响 但是我们自己的本性也不好 大卫在这地方不是找理由 他是说 我在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 是指自己的本相实在是 有罪的 在这地方大卫继续说 我向你犯罪 唯独得罪了你在你眼前 行了这恶 不要误解大卫的意思 好像大卫就是说 哎他自己的恶行 仅仅是得罪神 没有得罪人一样 这个不是大卫的意思 大卫犯罪 得罪了 乌利亚 得罪了巴斯巴 他作为君王 他得罪了自己的元帅 得罪了整个以色列的百姓 大卫这么说 是因为他清楚 人一切的恶行 是从背离神开始的 所以背离神是真正的原因 所有人都是照着神的形象照的 所以当一个人杀人的时候 他就是得罪神 当一个人犯奸瘾的时候 就是得罪神 起初创造人所设立的一夫一妻的心意 所以大卫在这地方说 我唯独得罪了你 因为一切的罪 都是从背离神开始的 大卫在这边说 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 判断我的时候显为亲政 大卫在这地方说 神啊你才是审判官 你的审判全然公义 全然的亲政 因为神才是完完全全的公义 在这个地方我就想到 大卫是犯了杀人罪 圣经里面第一个犯杀人罪的是该隐 当该隐犯了杀人罪 杀了亚伯了以后 神亲自地询问他 说你兄弟亚伯在哪里 给他机会 他怎么说 他不是立即认罪 他是想抵赖 他说我不知道 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 一个不认罪的人 罪如何赦免呢 无法赦免 在这地方我们也想到 大卫的前任扫罗王 当扫罗违背神的吩咐 没有照着神的命令 灭绝该灭绝的人和牲畜的时候 先知撒末尔来询问他的时候 他怎么说 他推罪给百姓 大卫在这地方 他的认罪 是真心的 是公开的 他不仅仅在神面前认罪 大卫 在前面的经文里面 我们看到说 他做这事 交予领长 什么意思 就是让斯班把他整个的过程 要唱出来 所以他是在全体的百姓面前认罪 让百姓知道 人应当悔改归向神 让百姓知道 神拯救的恩典够用 所以大卫是真心的悔改 你我犯了错 我被面值的时候 这个面值的人 可能是你身边的 可能是你小组的 可能是 你的小组长 主日学老师 牧师 不管是谁 我们是适口否认呢 还是找理由 还是真心承认呢 我不用替每个人回答 我想的我们三种情况都会有 神的应许是什么 我们若认自己的罪 神是信实的公义的 必要赦免我们的罪 洗尽我们一切的不义 这个是神的应许 也是恩典啊 因为对于不认识神的人 你知道犯错以后 犯罪以后怎么样 最多是 追悔莫及啊 拍着大腿说 我怎么能做这事呢 但是不会改 因为不知道 神的心意 因为不知道向谁认罪 因为不知道认罪以后 有没有出路 所以 当我们认罪 神就赦免 这个是应许 也是恩典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们反思 要学的第一个功课是什么 无论做过什么坏事 无论这个坏事有多么坏的结果 不要认为没有救了 有救我们刚才说的 大卫有救 你我也有救啊 我们要的回应是 真心认罪 有时候 暗暗的向神认罪 比较容易 是不是啊 是不是啊 公开认罪难不难 全体公开 需要的是什么 勇气 信心 需要的信心 在神面前 在这个诗篇里面 我们看到 更宝贵的 大卫没有停留在 认罪 仅仅停留在认罪 而是有进一步 而且他确定 神会赦免他 他进一步 求神造清洁的心 他求神来 更心洁净他 求神洁净 他是这么说的 你所喜爱的是内力诚实 你在我隐秘处 必使我的智慧 求你用游戏槽来洁净我 我就洁净了 求你洗蝶我 我就逼血更白 求你使我得听你欢喜快乐的声音 使你压伤的骨头可以踊跃 求你湮面不看我的嘴 涂抹我一切的罪孽 所以大卫在这地方 第六节说 你所喜爱的是内力诚实 你在我隐秘处 必使我的智慧 这一节是一个转折点 大卫在这地方说 你所喜爱的是内力诚实 表明大卫知道神的心意 神喜爱的人 内心 没有虚假 完全没有 是一个真诚的 但人如何能做得到 做得到吗 做不到 靠神才行 所以接下来他就说 你在我隐秘处 什么是隐秘处 就是在内心 是神会在人的内心 使我得智慧 什么是使我得智慧 所有的智慧 是从神而来的 真正的智慧 从神而来的 真正的智慧 是从敬畏神开始的 所以是神会死的人 在心里面有敬畏神的心 因为就像在另外一首诗篇 大卫所说的 神为了自己的名 引导我 走一路啊 所以他清楚神会死的他 得真正敬畏神的心 所以在这个地方 是大卫在这个地方 一个转折点 他开始求神 接近更新 他接着就说 求你用游戏草接近我 我就干净了 求你洗掉我 我就比血更白了 那为什么用游戏草接近 就干净了呢 因为这个是 神吩咐以色列的 献祭的条例里面 当祭司用游戏草 沾水 或者用沾祭物的血 涂在人的身上 就接近了 献祭本身是表明一件事情 救恩的成就 需要流血的 是要付上代价的 生命的代价 在这地方大卫说 求你 他是求谁 他求神 求神做什么 求神做祭司 他说求你用游戏草接近我 来接近自己啊 所以他在这地方 他求神做祭司 而且他相信神的救赎是完全的 他就会比血更白 求神做祭司 求神做祭司 这不就是 诗篇110篇那边说 耶和华起了事 我绝不后悔 说你是照着麦基喜德的等次 永远为祭司 这地方指着谁说的 耶稣基督说的 所以大卫是远远地看见他 信靠神 会设立一位拯救者 这个不是大卫的信心吗 所以他是求神做祭司啊 那接着他又说 求你使我得听欢喜快乐的声音 使你所压伤的骨头可以踊跃 那理解这一节的经文呢 我们需要反过来看一个情况 当人不认罪的时候是怎么样 不认罪的时候 大卫说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 用终日哀哼 而骨头就枯干了 因为当人不认罪的时候 神不听人的祷告 那欢喜快乐的声音 唯有当神随听人的祷告 知道神接纳神饶恕了我们 你才有真正的欢喜快乐 而且神是对付罪的 罪使人压伤的骨头 所以他说 是你所压伤的 因为神要对付罪 然后可以踊跃 什么叫可以踊跃 就是恢复力量嘛 所以这是大卫所求的 他说求你湮灭不看我的罪 涂抹我一切的罪孽 因为大卫他深深地知道 神恨恶一切的罪 在他进一步祷告 求神更新之前 他再一次求告神 湮灭不看 不是代表这个罪不存在 而是求神不再注目在这些罪上 而是注目在 神自己 要涂抹这一切的罪 他再一次求告 涂抹我一切的罪孽 涂抹从内心里面所有的这些罪孽 然后他求神来更新 他是这么说 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 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 在这个地方 他说求你为我造 大卫所用的这个罪字 是用的 起初神创造天地的那个罪 所以在大卫做这样的祷告的时候 表明 他相信神创造的美好心意 而且他相信 人目前的堕落和败坏 拦阻不了神的计划 他相信神可以 重新创造 这就是大卫想要表达的 神可以为我造一个清洁的心 那原来的心怎么办 彻底误会了 是重新的创造 这个就是后来先知 以细节是这么说的 神说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的心 将新的灵放在你们里面 所以 大卫是不是知道神的心意 这不就是在 哥林多后书那边说的吗 若有人在基督里 他就是新造的人 原意是说他就是 新的创造呀 一切都是出于神 所以大卫明白神的心意 他这个祷告是和神心意的祷告 他照着神的心意来相信 来盼望 所以称大卫和神心意 当然是 他接着他继续祷告说 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 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 所以大卫所求的是 不要丢弃我 他在意的是 神继续的同在 他说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 因为大卫在被高利的时候 圣灵就已经降在他的身上 他在这地方求告神 不要收回你的圣灵 因为在旧约时期 圣灵到降临在一个人身上 也会离去的 在他的前任扫罗 多次违背神的吩咐 而且不悔改 神的灵 圣灵就离开了扫罗 所以大卫在这地方说 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 在新约时期 主耶稣是这么来应许的 我要求父 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回师 就是圣灵 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 所以在新约时期 凡重生得救的 真正有圣灵同在 重生得救的人 圣灵就永远同在 那大卫所求的 是不是正合乎神 要成就的心意 是 所以大卫是合神心意的呼求 最后在这一部分 大卫说求你施我 扔得救恩之乐 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 所以大卫他知道他的喜乐 是来自于神的救恩 与神和好以后的 带来的拯救之恩 他就以神为乐了 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 这地方的灵不是指圣灵 而是指持我有一个 乐意喜乐顺服的心 那在这地方 你我有一点需要反思的 这个反思就是 我们不要 紧紧停留在 求神赦免我们的罪 也要求神更新我们 好让我们为神所用 成为传扬神恩典的器皿 因为神不仅要 使我们蒙恩 也要使万民蒙恩 我们被邀请参与 神的拯救计划当中 你要知道当人 如果仅仅停留在 求神赦免罪 而没有求神更新 其实 这有很大的区别 本质的区别 本质的区别 而免我们的罪 要求神更新我们 为神所用 这也是后面大卫所要做的 他说就求神是我 送养神的公义 第十三节到第十九节 首先是要引领罪人来归向神 大卫说 大卫说 我就把你的道指教有过犯的人 罪人归顺你 大卫要指教什么 要指教神的道 神的道怎么样 神的道可以使有过犯的人 使罪人归向神 那人犯罪 离当时死罪 但神的拯救让人脱离死亡 所以神的道是怎么显明的 是借着神要拯救罪人显明的 所以大卫在这地方说 我要把你的道 就是神要拯救罪人的道 要指教人 让更多被罪捆绑的人 归向神 这就是大卫说 我要把你的道 神的道是借着拯救罪人显明的 那不仅如此 要引领罪人归向神 而且要引领百姓送赞神 当然大卫自己首先 他就开始送赞神了 他是说 神啊你是拯救我的神 求你救我脱离流人血的罪 我的舌头就高声歌唱你的公义 主啊求你 使我张开嘴唇张开我的口便 传讲赞美你的话 所以在大卫的眼中你看 他是说什么 求你救我脱离流人血的罪 我就传扬你的公义 所以在大卫的心目中 不是罪人被惩罚是公义 而是罪人蒙拯救是公义 为什么 不是罪人被惩罚是公义 而是罪人蒙拯救是公义 因为 有一位是拯救者 是这样来成就的 这就是罗马书3章23节 我们可以一起来念 因为世人都犯了罪 亏缺了神的荣耀 如今却蒙神的恩典 应耶稣基督的救赎就白白地称义 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 是凭着耶稣的血 借着人的信要写明神的义 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 人先死所犯的罪 耗在今时写明他的义 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 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 唯有神是公义的 所以神借着耶稣彰显自己的义 然后把神的义 耶稣的义 算在我们的身上 这就是神的义 是这样子来写明的 那当时以色列百姓呢 原以为献祭就是神所要的 献祭的这个行为就是神所要的 大卫从自己的经历 认识到神的心意 神的心意不仅仅是说 是献祭的行为 我们看神的心意是什么 他接下来说 你本不喜爱祭物 若喜爱我就献上 翻祭你也不喜悦 神所要的祭祀 忧伤的灵 神啊 忧伤痛悔的心 你必不轻看 所以大卫从自己的经历 认识到神的心意 他所要的是人心归向他 仅仅是献祭 人心没有归向他 那个献祭是毫无作用的 忧伤痛悔是因为你实在是看到 罪的可怕 罪狭制人的势力 大过任何人的意志力 所以唯有投靠神 靠着神的恩典和力量 来得胜罪的力量 因为献祭也好 礼仪也好 律法也好 都是让人知罪 让人真心悔改 这是律法的功效 所以大卫要把这样的道理 指教百姓 神所要的不是那个祭物 神要的是忧伤痛悔的心 这不就是在新约时候的教导吗 希伯来书是这么说的 我没起念 但这些祭物是叫人 每年想起罪来 因为公油和赡羊的血 断不能除罪 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 就说神啊 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 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 番祭和酌罪祭 是你不喜欢的 主说 那是我说神啊 我来了 我要造你的旨意行 我的事 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 所以最后是靠着 耶稣来 成就律法 所应许的一切的拯救 大卫在这地方 也远远地望见 耶稣基督的拯救 因为在希伯来书 最后 第十章十二节是说 但基督献了一次 永远地属罪祭 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 从此等候他 仇敌成了他的脚凳 大卫自己在诗篇110篇 是这么说的 耶和华对我主说 你住在我的右边 等我使你 仇敌做你的脚凳 所以在这地方我们看到 大卫是远远地就望见 耶稣基督的拯救 他用信心的眼睛看见了 所以他 来这样的信靠神 因为只有耶稣基督 得胜了 罪和死亡对人的捆绑 他投靠的这位神 是这样的预备救恩的神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 大卫就继续说 求你随着你的美意 善待西安 建造耶路撒冷城墙 那是你必喜爱公义的祭 和凡祭并全身的凡祭 那是人必将公由 陷在你的坛上 所以大卫自己在前面 宋战神 也要带领百姓宋战神 因为西安也好 耶路撒冷也好 就是指神的百姓 是神自己要来建造自己的百姓 那番祭就是一个感恩的祭 如果献祭前 你明白一件事 明白自己是有罪的 明白自己的罪 有悔改的心 你因着相信神的拯救而献祭 而不是以为自己所显的祭物有功效 这不就是神所要的吗 你不是求神做什么 而是为了神已经成就 正在成就的救恩 感谢神 所以你在献祭的时候 其实是带着感恩的心 来敬拜神 赞美神 这不就是整个的献祭 所表明的吗 所以新约的时候 西伯来书是这么说的 我们应当靠着基督 常常以颂赞为祭 献给神 所以真正的祭物 是带着感恩的心 为着神的拯救 颂赞神 这个是祭物 我们前面说 一方面 神要赦免人的罪 一方面 神必追讨人的罪 这两件事情 怎么同时执行 这两件事情 借着耶稣 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恩典 就同时执行了 因为神让耶稣代替人的罪 去死 受惩罚 去死 同时赐下恩典 让相信耶稣基督的人 罪得赦免 所以神的慈爱 神的圣洁 神的公义 在耶稣基督定十字架的代数上面 就同时执行 向人写明 所以我们今天的忠心思想 我们一起念 忧伤痛悔 真心悔改 信靠神的人 必经历神的赦罪更新的恩典 彰显神的慈爱 圣洁和公义 那我们怎么来回应呢 我们有一个应用 这个应用就是 祷告 祷告 让自己在神面前不遮掩 人啊 有时候我们 在人面前作假 在神面前也作假 在神面前不要遮掩 你遮掩也没有用 大卫被称为和神心意的人 说凡事要遵行我的旨意 那如何是凡事遵行我的旨意呢 在我准备奖章的时候 我就想 大卫 怎么是凡事在遵行神的旨意呢 原来他首先 是在信心上面 他效法了亚伯拉罕 罗马书四章二字节是这么说 并且仰望神的允许 总没有因为不信心里起疑惑 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 将荣耀归给神 亚伯拉罕的软弱 是因为身体生不出来孩子 他没有赢得这个不幸 大卫有软弱 是因为犯罪后 这个罪恶太大 但是他 忍罪悔改 求神更新 这个是信心 他没有因着自己的软弱 而对神产生动摇 他对神有信心 是对神的爱有信心 那一个人 如此看待自己 他对于神的爱 就有不一样的回应 他就知道自己是完完全全蒙恩 所以他就是真心的爱神 也真心爱人了 因为当你看到自己是这样误会的时候 你就真心的爱神爱人 那神给我们的旨意是什么 爱神爱人嘛 所以圣经里面有一节经文 大家要背起来 约翰一书三章二十三节 我们一起念 神的命令 就是叫我们信他儿子 耶稣基督的名 并且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 彼此相爱 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命令 不是负数 是单数 神给我们这条命令 从旧约到新约是连贯的 我们什么叫爱神 如果你不信耶稣 怎么能叫爱神 所以神给我们的命令 是叫我们旧约是指向耶稣基督的 所以说信耶稣基督的名 就是信神 就是爱神 同时爱人 就是彼此相爱 当然是怎么样相爱 像主爱我们一样相爱 这个是我们需要学习 大卫是合神心意的 因为他在神的面前 完全地敞开 他对神有信心 他对自己有清楚的认识 这次 我们神把祷告的专题 放在我的心中 其中有一个原因 是我在祷告上有亏欠 从2014年 全世间事奉 刚开始的时候 我常常祷告 为着各样的事情 甚至进食祷告 试奉时间长了 就有一些经验了呀 就很容易凭着 这些经验 看事情 处理问题 祷告就少了 每一早晨都是新的 神借着疫情让我看到 也让我反省 若没有神的恩典和带领 神 我的侍奉 我们的侍奉 都可能 不过就是草莫和解 根本立不住的 所以我需要 所以我需要更多的安静 更多的等候 更多的祷告 才能与神同行 才能与神同行 因为神的期盼 对你和我是一样的 谁是良善忠心的仆人呢 谁是那个 持守信心到底的得胜者呢 我给大家 一分钟左右的时间 安静在神的面前 祷告 然后我带领祷告 神啊 谢谢你 接着大卫 再一次提醒孩子 我们不是靠 而是靠主耶稣 主耶稣 你是我们的拯救 你也是我们 尝试沉重的 信心的帮助 主耶稣 谢谢你 持下圣灵 主耶稣 安慰我们 指备我们 指教我们 引领我们 我们 寻求你带走 爱我们的主 爱我们的主 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我们是有亏欠的 我们的亏欠是我们 常常以为靠自己就能行 其实主啊 我们若离了你 我们什么都不能做 主啊 我们谢谢你 是你的恩典 临到我们 把我们 从走向死亡的道路 挽回来 主啊 生活在这个世界 我们仍然 被世界影响 更是被内心的 私欲 有的时候是虚荣心 有的时候讨人的喜悦 影响 你都知道 主啊 让我们真知道 若没有圣灵 我们什么都做不了 圣灵那就求你 实实地光照我们 让我们 借着祷告 借着等候 安静在你的面前 寻求你的带领 顺服你的带领 从而成为你恩典的见证 从而使你的名 被荣耀 谢谢主 我们愿你的旨意成就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 阿们